那么110年的元旦连续假期即将来临 今年总共有三天的连续假期 而每逢连续假期 华东地区总会出现人车潮 玉立分局则无旁贷 为了维持玉里、富里、浊西等地区的交通顺畅 特别就规划警力来针对易用塞的路段 来编排交通疏导以及测速机查 全力来维护民众的出游安全 111年元旦连续假期即将来临 今年总共有三天的连续假期 每到了连续假期 华东地区总是会出现人车潮 玉立分局则无旁贷 为了要维持玉里、富里、浊西地区的交通顺畅 更是规划了警力针对容易拥塞的路段 编排交通疏导以及测速机查 全力来维护民众出游的安全 有鉴于近期他先是酒驾事故频传 危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门局除平时针对餐厅企业者 加强宣导代驾及指定驾驶的观念以外 为了因应后续元旦及春节的连续假期 保障相关假期的一个交通顺畅 特别规划酒后驾车取缔勤务 希望透过绵密的执法来降低民众酒驾的机会 那最后这边也宣导 饮酒后不开车保障自己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假期出游的旅客 以及返乡过节的游子绝对不要酒和驾车 酒驾残害的除了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无辜的他人 更会造成不止一个家庭破碎 玉利分局呼吁请君子饮酒一定要引之有道 务必找代驾 亲友或者是搭乘继承车返家 让元旦假期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记者高雄雄玉利正采访报道